今年的国务剧女主 杀疯了 虽然2022的好剧 已经离我们远去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在今年 又将有一大波国务剧女主们 唰唰向我们袭来 那咱废话不多说 长夜尽名 白鹿罗云熙主演 改编自《腾罗为之》的小说 他讲述了衡阳宗长门之女黎苏苏 跟一代魔神谭台劲之间 相爱相杀的故事 看了一眼导演是拒绝亮 好家伙 以前追风了的逆水寒 跟心消失一郎 都是他拍的 而且这部剧 光是看片花 就已经是被惊艳了的程度 演员每个人的腐化道 都各具特色 完全没有流水线感 当然了 重点咱们还是来说说白鹿 白鹿本身的长相 就非常适合古装扮相 温柔大气 跑起来又很灵动 穿上剧里敦煌配色的衣服 可以说是飞粉 都要多看好几眼的程度 反正这浮化道演技 各位是有目光处 希望后期千万别加什么奇怪的滤镜 只要剧情不崩 欣赏美女 暴剧走起 宁安如梦 白鹿两部国武代播 今年算是赢麻了 哈哈哈哈 由白鹿张灵鹤主演 改编自小说昆宁 讲述了从小 爹不亲娘不爱的 全臣之女江雪宁 自寻出路后 决定做海王找备胎 当她终于费尽心机 当上火候候 却因为国家变故 被逼自杀 重生后 她的人生处处开挂 虽然还是没能和白鹿光在一起 但却意外看到了男主的真心 最后两人达成治愈爱情的故事 光是这重生的剧情设定 就已经让我有班旗 板凳等半年的冲动了 更别提女主是心不纯善的黑莲花 四个男人都爱她 虽说前段时间两人被拍了 属于剧粉狂欢 维稳酷晕的节奏 但是目前感觉人设剧情 跟主演的还挺贴 尤其是预告里白鹿的眼神 简直杀疯了 具体口碑咋样 咱们就拭目以待了 安乐传 迪力热霸 工具主演 改编自星灵的小说 帝皇叔 两个主演颜值在线 热度高 在众多代播剧里 也属于未播鲜火的内类 而且复仇和女主人设在我看来 也还挺贴迪力热霸整体形象的 但是无奈预告实在是太拉 譬如万年不变的龙须刘海 再譬如把男女主颜值 降一半的死亡磨皮大滤镜 我叫任安乐 我是来当太子妃的 你翱翔九天之驰 不该舍在我的手里 没有八万将士 还有没有九族的人 正是韩家 他是韩爷 我曾经对一名叫做任安乐的女子动过心 但我这一世 都会护着弟子缘 长相思 杨子 张婉懿 邓伟主演 谭剑四特别出演 是的没错 杨子和这三个男人 都有感情纠葛 有相濡以沫的兄妹之情 有相伴相守的亲吾之情 还有相爱相杀的知音之情 但是总的来说吧 对杨子的演技 我喜欢 七十吉祥 你说 我们的缘分从三万年前变解下了 还是因为情节 可我现在想来 竟不知缘从何起 应该没有人会不期待这部戏吧 杨超越 丁雨昕主演 改编自九路飞香的 一时冲动 七世不祥 自开拍以来 就因为精致的浮华道跟妆容 频频作为仙侠剧的标杆 杨超越的剑魔脸 更不是说说而已的 而最有看点的 也属男女主历经七世情节 才能回归天界的虐恋了 甚至其中有一事 男女主互换性别相爱 还有一事 两人竟然变成了猪跟老虎 可以说 这剧不但有视觉盛宴 剧情更是绝对期待了 狐妖小红娘 杨幂龚俊主演 改编自同名国曼 这部剧自开拍以来 热度不降 还没拍完时 就频频路透上热搜 而且不得不说 杨幂的自我管理 实在是太好了 而且剧里的其他女性角色 颜值也是没有最美 只有更美 完全就是视觉盛宴 但有包的同时就会有变 因为其实在原著分开来 选角装造 跟原著没有一毛钱关系 至于后续开播口碑怎么样 咱们就拭目以待了 同为八五花主演的 还有刘诗诗的《银验观山》 赵丽颖的《雨凤行》 另外想看捞语文乐的 可千万别错过这部剧啊 好啦 时间有限 今年的代播剧和女主们 就盘到这了 你们都pick哪几位 评论区留言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啦